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介绍的是管理数学中 基础数学的直线方程式 介绍这个单元内容之前 我们先把我们这个单元的教学的目标 跟各位同学做一下介绍 在知识的部分 我们要认识什么叫做直线方程式 那直线方程式的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些条件跟观念在哪里 在技能的部分 我们希望同学能够对于直线方程式的一些熟练它的计算 因为这对未来线性规划上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态度上来说的话 我们要不怕数学算式 积极的发问跟参与学习的活动 好,我们现在看看教学大纲 在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介绍的是直线的斜角还有斜律 我们要知道直线的斜律 代表一个直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向 也就是直线的一个灵魂 那么直线方程式是怎么样去算的 我们有好多种的一个技巧去把直线方程式算出来 那这是我们的这一部分的重点之一 再过来两直线之间的一些相对关系 因为直线的话呢 两条交叉的直线 它会有一个唯一的解 那么也就是我们的方程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观念 那这个地方我们也要介绍给各位同学 那么好,我们来现在来介绍的是直线方程式的内容 首先我们要介绍一条直线 就是这个L 这个L的直线 我们要去怎么定义它的这个倾斜的角度呢 我们用斜角来表示 这个斜角就是与正向的X轴 它的夹角 这就是我们所称的斜角 正向X轴的夹角的话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直线的话 它的斜角最多最多 从0度一直到180度 这是我们所定义的 那么斜角的话呢 定义完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定义斜率了 什么叫做斜率呢 那我定义的是 斜率是叫做Tangent Alpha 就是斜角 怎么看呢 我们的斜率的话呢 如果说斜角是小于90度 像这样 那么我们 我们要知道啊 角度是在90度以内的话呢 我们的Tangent的值 都是正的 正的 那这个地方斜率都是什么呢 这个斜率是正的 像这种 向右上升的这个 就是我们所谓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斜率为正 那么第二种情况是比较特殊的 第二种情况是 斜角是90度 斜角90度是什么呢 是千直线 像这种 这种情况 斜角是90度 那么我们要知道Tangent 90度的话呢 它是没有意义的 也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 这样这种千直线 我们称为斜率 不存在 那么我们时常的话呢 用的是M 我们以M来表示啊 注意啊 我们习惯的就是用M 这个斜率的话呢 虽然是 它叫做slope 但是的话呢 我们习惯的用的是 斜率的英文是用M 还有第三种状况 第三种状况是 斜角是大于90度 是什么状况呢 像这样 这个是一个减的函数 就向右下降的 这种的话呢 我们斜率为负的 所以 斜率 基本上来说 有三大类型啊 那还有另外一种类型是 水平线 是等于零的了 那原则上 最重要的两种 一种叫做 斜率为正 一种是斜率为负 那这两种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 看到这个 这条线啊 就一看就知道 哪一种是 这个是斜率为负的 这是斜率为正的 现在我们要介绍的是 这个直线 直线的成员的话呢 我们要知道 两点可以决定 一条直线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图 这个图的话呢 假设是A跟B 这个所造成了一条直线 那它的斜率是怎么算的 如果说它 有斜率 就是说 它的斜率的话呢 它不是牵直线 那斜率怎么算呢 这个我们的计算方法 是这样的 因为斜率的定义是 这个是斜角 tangent theta tangent是 对边 比上零边 所以tangent theta的话呢 是怎么说呢 它的斜率是这样的 Y1减掉Y0除以 X1减掉X0 这就是我们的 斜率的定义 那注意当然 X1跟X0不能一样 X1跟X0一样 那就变成牵直线了 第二个 如果是垂直X轴 那就是X1等于X0 这种情况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 牵直线 斜率不存在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要记得 斜率的算法 是Y 这个斜法是 deltaY 除以deltaX 这个delta指的是 它的X的X 这是Y的X 这个斜率 我们常常要用到 这个公式 一定要记得 很清楚 再过来 我们要介绍的是 一个特殊情况 三点贡献的条件 什么叫三点贡献呢 因为两点可以决定一条线 那三点的话呢 要贡献的话呢 当然 就是有一个特殊的状况 就是 这三个贡献的情况 来我们看看 在一个平面上 三点贡献 一条线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 什么结论 AB之间的斜率 会等于 AC之间的斜率 会等于 AC之间的斜率 这 从中都要一样 所以 我们可以得到了 下面的算式 AB之间的斜率 是不是Y1减掉 Y0除以 X1减掉X0 Y的 这是ΔY 除以ΔX 两两之间 都要相等 这是我们 所谓 三点贡献的条件 这个我们 把它当做 一个尝试来看待 那 不一定要把它背下来 这个不需要背下来 这知道了就好了 因为三点贡献 当然这 两两之间的斜率 这两间的斜率 都会是一样的 那 我们再来看 下一个性质 什么性质呢 就是 垂直跟平行的条件 假设有两条线 它的斜率分别是 M1 以及M2 那么 如果说第一种情况 平行线 那 非常的合理 各位同学看 两条线 如果说是平行的 是代表什么呢 代表它们中间 倾斜的角度 是说 是怎么样的 是一样的 所以M1 跟M2 是相等 第二种情况的话呢 是比较重要的 而且是容易 容易忽略的 是什么情况呢 是垂直的状况 垂直的时候 那么我们这两条直线 中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它中间的斜率的相乘 要等于 负1 这件事情的话呢 是可以证明的 因为我们可以利用斜角 Tangent的值 就可以证明出来了 那么 记得了 两条直线平行 斜率相等 两条直线 如果说是 中间成了直角 它的斜率是 相乘等于 -1 再看下一个情况 我们要介绍的是 一个直线上面 常常用到的 就是所谓的 斜距 怎么说呢 说 假设有一条直线 交X轴于A0 交Y轴于0B 则A就是直线在 L的X截距 Y截距 来 我们看一下 这样子 这是直角坐标轴 那么 一条直线 划过来 中间的这个坐标 这边的话呢 是一个叫做A0 那么这个A 代表是什么 X截距 0B呢 这代表的是 这个就是Y截距 这个就是与Y轴 相交的这个位置 这个是与X轴 相交的一个位置 现在我要介绍的是 直线方程式的表达方式 我们要表达一个直线的话呢 我们有四种的表达方式 第一种叫做点斜式 那么建议各位同学的话呢 这一部分一定要手记 那我把内容写给各位同学看 有一个直线 过一个点 点的话呢 叫做X0Y0 一个点 一个斜率 斜率叫做M 则它的方程式 怎么写呢 这个 一定要手记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其他没有记得住 这个一定要记住 什么意思呢 点斜式的意思就是说 一个直线 这是直角坐标嘛 然后我们过了一个点 知道一个斜率 斜率代表的是一个直线的倾斜的角度 那么完全的可以决定一条线 这是一定要熟练的 点斜式的话呢 在我们的表达方式来说 可以说是最广泛最好用的 那么我们介绍的话呢 后面的部分 来我们一点斜式来说 再介绍 这个直线方程式 点斜式 这是我们首要的 再过来 两点式 这个 比较少用 但是我们一样用点斜式都可以表达 第三个 斜据 斜捷式 什么叫做斜捷式 等一下我们都会介绍 第四个 是 斜据式 我告诉各位同学 这三个 如果记不住 就算了 点斜式 一定要记 那么 我们来做个立体 来练习一下 点斜式的写法 有一个直线 过多少呢 过一个点叫做二三 斜律为五 那么直线方程式 会不会写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记得 Y-Y0 等于M 刮虎 X-X0 直接写答案就好了 Y-3 等于刮虎 5 X-2 那么 这个地方 我们要记得 这样写 就能充分的表达 这边是斜律 这是定点 这是非常非常常用的 来 我们看下一个部分 叫做两点式 什么叫两点式 两点式就代表 两点决定一条直线 那么 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直接画出来 给各位同学看 事实上 我们不关心 这个两点式 一个 一个 一个点 两个点 决定一条线 为什么我们并不关心呢 各位同学看 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看起来比较长 事实上 根本不需要背 因为 这就是 Y-Y0 等于 M 刮虎 X-X0 事实上 我们有了两点 是不是就可以把它 斜律先算出来 有了斜律 有了一个点 这个地方我们不论带的是B点 还是A点 都一样 算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因为它是同一条线 所以两点式 我们不需要背 如果我们会点斜式的话 再过来 什么叫做斜结式 斜结式是这样说的 有了一个斜律 有了一个Y结局 那么方程式 什么叫Y结局 Y结局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过了0 B 那么各位同学 回头来看 我们有了斜律 有了一个定点 是不是就可以算出来了呢 Y-Y0 等于 M刮虎 X-X0 所以的话呢 这个地方 它的是Y等于MX加B 这个同学 直接带点斜式就OK了 来 我们来看 继续往下看 这就是 Y结局的状况 现在来看的是X结局 X结局一样 X结局叫做A 代表什么意思 它过的是什么 过的是A0 斜律为M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我们就可以利用什么呢 利用点斜式 照样算出来 这些都是 差不多 没有问题 只要是点斜式过来的话呢 一切都可以解决 再往下看 第四种叫做结局式 结局式看起来好像 蛮漂亮蛮复杂的 其实说起来也是一样 它就是两点式 怎么说呢 来我们看一下 什么叫做结局式 就是说 我们不知道它的斜律 但是我们知道了它的X结局 以及Y结局 那么它的方程式的写法 看起来很漂亮 X结局叫做A A分之X加上B分之Y等于1 那么这个看起来很简单 很漂亮 事实上它也是点斜式的变形 来我们看怎么看呢 首先我们知道X结局叫做A 是不是肯定的说 它就是过A0呢 A0 那么Y结局等于B 那么说的是意味着说 我们通过0B 既然呢有了两点 是不是就可以算得出 两点之间的斜律 斜律的话呢 是Y减Y0 Y的X除以X的X 所以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 斜律叫做负的B分之A 再往下走 我们就点斜式就直接套用了 因为我习惯的是用 点斜式就可以解决一切 只要能够少背一个公式 我们就不愿意多背一个公式 就要告诉各位同学 公式一定要越背的越少越好 如果说特定的题目的公式 我们原则上基本上是不去背它 我们就用我们已知的东西 把它导出来 这样对数学来说才会有进步 那么我们看看点斜式 Y减掉Y0 我们取的是 这个好了 X结局好了 那么Y减Y0等于 M刮虎X减X0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来做一个整理一下 两边同乘一个A 那么就AY就等于 负B刮虎X减A 来我们把它乘开来 让各位同学看得清楚一点 AY是不是就是乘进去 这边乘进去 乘进去 那就变成了负BX加上AB 负负得正 我们再算一下的话 一向过来 两边同除一个AB 是不是就得到了这样的结果了呢 那么看一下 这样子是不是就已经非常的清楚了 同除一个AB 这边的话 B跟B对消 A跟A留下来 这边的话 A是消掉 所以是B分之Y 这就是我们的结局式 我也很不喜欢去背这个结果 那还是原则上 点斜式可以解决 就用点斜式就OK了 那么我们现在下面的话呢 要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来解释 直线方程式 它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常常见到的是什么 不是点斜式 它就直接就是AX加BY等于C 这是我们的一般式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地方不当然不能同时为0 同时为0的话呢 就不是 就不是我们所谓的直线方程式了 那东通的话呢 那就变成了不是直线了 那么我们现在先看第一种情况 B是0 如果B等于0的话呢 那只剩下了AX等于C了 所以AX等于负的A分之C 那这种情况的话呢 我们把图画出来 B等于0 牵直线 代表的是无斜率 没有斜率 斜率的话呢 说实在的话呢 斜率的话呢 可能就变成了正负无限大 我们这边没有定义这个 所以我们斜率 叫做没有就是没有斜率 再过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看的话呢 是第二种情况 A是0的 这都是特殊状况了 如果A是0的话呢 就是Y等于某一个数字 Y等于某一个数字 那就是水平线了 水平线斜率为0 它代表的是没有倾斜 它是水平的 那么我们把它拿掉 我们再看看一般的情况 一般的情况 我们就直接就写了 负B分之A 各位同学的话呢 记得 当各位同学的话呢 如果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的话呢 一个一条直线 如果说是 比如说3X加上5Y等于10 那它的斜率 我们的话呢 为了尽快的写出来 我们就直接就写成 5分之3 负5分之3 这就是直接 直接可以写得出 它的答案的 的一个方法 这是斜率 这个斜率的话呢 如果说是 它是一个正常的 并非水平 并非千值的时候 我们的斜率 就直接就是 这个数字 分之 这个数字 加一个负号 其实也不难记 那如果 如果记不住 也没关系 我们把它 带两个点进去 就可以知道 它的斜率了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得到了 这样的结论 负的B分之A 然后我们来看看 下面的就叫做 平行跟垂直的状况 这是在解题的时候 常常会出现的 解题的时候 比较方便 如果说有一条直线 它已经跟我们讲了 叫做AX加BY等于C 那么 只要是它平行的时候 我们的方程式 有的时候 我们要设方程式 比较解题会比较快 我们要跟它平行 那我们要怎么假设 我们就前面都一模一样 后面叫做什么呢 换一个数字 等于K 然后再带数字进去 这样做会比较快 如果说是垂直的 垂直的部分 我们这个地方 根据刚刚的负B分之A 我们要把它颠倒过来 加个负号 就可以变成它的 刚好是相乘会变负1 所以我们这边要假设成什么 BX-AY等于K 那么这是在解题的过程之中 是这样做会比较快 但是不一定要这样做 只是说这样做会比较方便一点 比如说 我们找了一个例题 有一条直线是跟3X加4Y等于6 是平行的 而且那条直线过1 2 那么请问一下 它的方程是怎么写 那么怎么做呢 最快的方法就是 我们假设 3X加4Y的话呢 是等于K 因为这样子才能确保它怎么样呢 这是平行的 那么K是多少呢 因为它过多少 过1 2 所以我把1 2带进去 是要合的 我们发现带进去以后 K是几呢 K是11 所以我们答案就出来了 这样的话呢 算起来是非常的简单 又快速 那这种方法的话呢 是在假设上面来说比较快 那如果说 各位同学的话呢 如果你不喜欢这样做也可以 可以先把这个斜率算出来 这斜率多少呢 这个斜率负四分之三 有了斜率 有了点 是不是用点斜式也可以算 只是稍微慢一点点而已 那这个是提供参考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两个直线的垂直的条件 基本上来说 这个也是提供同学欣赏的 怎么讲呢 第一个的话呢 如果说是A1 B1 C1 第二个是A2 B2 C2 如果说垂直的话 得到什么结论呢 这个头成头加上尾成尾 会等于0 基本上来说 因为他这个数字表达很漂亮 所以我们拿来欣赏 基本上也不用去做任何的记忆 来我们来看一看 解释一下 第一个 第一个的斜率是不是 是负的B1分之A1 第二个斜率呢 负的B2分之A2 因为它垂直 所以两个M1乘M2 我们知道要变多少 要变负1 这个要负1 我们乘下去 看看负负得正 所以B1 分母叫做B1B2 分子叫做 A1A2 所以A1A2 等于负的B1B2 把它移向过来 是不是加起来等于0 那只是看起来比较漂亮 基本上来说 我们不需要理会这样的定理 这是我们的结论 那我们不需要把它拿来当作 就是公式的记忆 这不需要 这是不重要的 这部分来说 只是我们可以引导出来的结果 再过来是两条直线的焦点 那这个是要介绍各位同学观念 什么观念呢 我们看一下 两条直线 A1X加上B1Y等于C1 这是A2X加上B2Y等于C2 那么什么叫做两个直线的焦点 假设这两条直线 它是不是平行的 那么它们中间就会一定会有解 只要不是平行线 必然会相焦 那么我要告诉各位同学的话 焦点的坐标 这个焦点的话 坐标是什么呢 是所谓的这两个直线的连立方程式 那么我们的话呢 画出图形来 这是第一条直线 这是第二条直线 中间的那个点 我们就称为 它的连立方程式的解 那么各位同学记得 焦点的坐标在几何上面来说 就是连立方程式的解 这个是我们在未来 我们会很多地方 我们会用得到的观念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两条直线中间的几何关系 跟我们所谓的解的关系 是连立方程式的关系 连立方程组的关系 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个是在国中就可以教过了 那我们在这边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些叙述 这是两条直线 以直线而言 如果说A1比上A2 等于不等于B1比上B2 这什么意思呢 这告诉我们说 邪律不一样 对不对 这个邪律不一样代表的是 如果邪律不一样 不用说 一定有一个什么 恰有一个焦点 那么第二种情况 A1比上A2 等于B1比上B2 等于C1比上C2 这什么意思 这是 基本上来说 这两条直线 根本就是一条直线 它根本就 是同一条 所以基本上来说 这两条直线怎么样呢 它是重合的 它根本没有 它们中间的话呢 就是同 就是其实就是一模一样 就对了 它只是一个倍数的差异而已 那一样 哎 这是什么 第三个是邪律相同 而后面的比率不一样 哦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两条平行线 那么这是什么情况呢 以几何来说 它是平行线 我们以方程式来说 这两个连立起来 变成了五解 也就是矛盾方程式 这两个的话呢 如果说是 两个是重合的 它叫做相一 有无限多足解 这个是恰有一个焦点 就代表的是 刚刚好 这个是有唯一的解 那这个地方我们也是要让各位同学一定要记得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公式 叫做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 现在有一个点 一条直线 请问 点到直线的距离怎么计算呢 我们这里有个公式 这就是 根号 A平方 加B平方 这是A 这是B A平方加B平方 开根号之后 然后再把这个点 带进去 就对了 带到这个直线这个地方 加个绝对值 这就是点到直线的距离 这是直线的话 AX加BY加C等于0 有一个点叫做X0Y0 那这个距离 所谓的距离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边是垂直的 这边是垂直的 垂直的话代表的是距离 也就是 这个点到直线 最近的距离就称为距离 那么我们来带一个题目 让同学来熟练一下 好 21到直线 3X加4Y减20等于0 它的距离怎么算呢 首先我们就把它的A平方 加B平方 先列出来 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 是放在哪里 放在分母 然后准备把2跟1带进去 来我们写下去 3的平方加4的平方 现在就把2带进去 这是6加4减20 加一个绝对值 这个我们知道 345 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个我们的话 要知道这是必识定理 这上面是10减20 所以是10 所以距离是多少呢 是2 这是点到直线的距离 的距离公式 那么下面我们的话 再教一个 知道一下就好了 这叫做两平行线的距离 如果是相交直线 就没有距离了 距离就等于0了 那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说这两个是一样的 这两个是一样的话 写 那我们的距离要怎么写呢 我们的距离的话呢 一个平行线的距离 写法的话呢 就是A平方加B平方 后面是C1减C2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情况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直线 这是另外一条直线 中间的距离 我们就称为它的两点之间的距离 这两条直线的距离 那告诉各位同学的话 其实我们根本一点都不需要背这个公式 来我们来看看题目 现在前面这都一样 这是一样的啊 一个是7 一个是20 如果我们没有背这个公式 可不可以做呢 当然可以做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只要会了点到直线的距离 就可以了 怎么做呢 因为这是两条平行线 我只要在任何一条线上面 抓一个点 到直线的距离 就可以算出来了 这边我们刚好抓一个点 叫做第一条线 我们抓11好了 那点到直线的 点到这个直线的距离 就带公式就可以了 3的平方加4的平方 只要是这个11带进去 1就是3加4减20 所以这个就算出来的结果了 这叫做点到直线的距离 那在最后的这个地方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特别的交代 直线方程式一定要学好 那直线方程式 我们曾经介绍过的四种方法 记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点斜式 因为在点斜式之中 我们的话呢 斜率的话呢 我们一看就知道 心理有底是怎样的状况 是趋势向上 还是趋势向下 这个很重要 再过来的话呢 我们说 线性方程式的话呢 一定要学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未来 我们会看到了各种函数 不论是高次的 二次三次四次 或者是超越函数 那么线性函数 都是各种函数的基础 它是一个最简单的类型 但是也是最常见的类型 那么这一部分 纯纯翠翠 杂七杂八的一堆 只是让各位同学奠定 在线性规划上面的一个 重要的基础 那这部分的话呢 只要熟练了以后 对于后面的直线的不等式 我们才不会学习上 会有后顾之忧 那么这些东西 如果要是说 再完整好 好 有一点